寿丰香带会正值定期会开议期间 而为了了解寿丰香内浦丰公司 要在树湖村新建一处 规模达25万只的养鸡场 引起了在地民众的反弹 香带会28号上午在乡公所农业课的说明之后 主席郑美香表示 设置了地点靠近村民居住的范围 并且华林新政府已经暂停核发相关的执照 香带会也会和乡亲站在一起 希望浦丰公司能够重新评估 代表会也反对浦丰公司 在树湖村新建养鸡场的立场 温基色变 担忧鸡场将带来恶臭与污染 影响到寿丰香的有机农业 而封坪是浦丰最早动工的地方 但当地居民都没人知道 现在养鸡场几乎都盖好了 寿丰香民代表会在28号的定期会 下乡考察时间 就特地来到树湖村养鸡场预定地 并表示表达乡民代表会的立场 我们有曾经去查过 它这个地方基本上它的资料 显示它不是浦丰区的部分 大概要养多少只 大概是养25万只左右 养在这个区块 对对对对养在这个计划范围内 浦丰公司要来束冶这里设立这个养鸡场 我们村民都不知道说这里的环境品质一定会受到影响 因为村民知道当初他们要来这里设立 再说这个地方好山好水 影响卫生品质 如果说土石流减市区还是在这个旁边的话 也会影响大家住户的品质 以及各位机会 我们希望说 虎丰不要来这里设立 我们是坚决反对 因为这个现在县府也有在考虑这一项 我希望说我们村民 还是站在村民的立场 一定坚决反对 树丰乡长刘耀宗表示 他也和乡亲站在一起 反对养鸡场设立在树丰乡 这个一定会对环境造成会有影响 周边环境空气水质 在跟当地的乡民的话 村民的话 没有充分的沟通的话 头上的处理 我们是没办法接受 不同意来这边设场 是的 所以还是会站在民众的一个 对我们是站在跟民众站在一起 爱护我们的本乡的环境 就目前兽丰乡的居民多数以务农为主 当地的优良水质环境 也是农业得以发展的主因 居民担心光是基石废水排放 就会污染良田 绝对不可能同意朴丰 来到兽丰乡来设场 记者林杰受风采访报道